1943年出生的徐奇耀,正生活在中国人民最为艰难的时刻,彼时抗日战争已经到了尾声,但是在好日子来临之前,徐奇耀的父亲,还是在和日寇的作战中牺牲了。 小小的徐奇耀就这样失去了父亲,不过当和国家不会忘记这位烈士,他们为了赞扬徐富的贡献,将最好的教育资源给了徐奇耀,希望徐奇耀可以继承父亲的遗志,将来长大成才,儿时的徐奇耀也一直以他的父亲为豪,无论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中都十分认真、努力,成绩也一直都不错。 到了高中毕业之后,他也没有辜负国家的培养,成功获得了进入华东水利学院学习的机会。 在大学的这段时间,他积极参加学校活动,积累了一定的组织工作经验,同时他也没有放下自己的学业,成绩在大学里也依旧是名列前茅的存在。 毕业之后,他立马被安排进了当地的一个工厂任职干部。 任职期间,由于他大学积累的经验丰富,所以面对平时工作上的问题,都是得心应手。 由于出色的表现受到同事,领导一致认可,他很快便得到了升迁,短短几年就从一个工厂干部,做到了书记的位置。 这时的徐奇奥还在追逐父亲的脚步,立志成为一个为民办事的官员。 在他还在滨海县工作时,他出色的嗅觉和领导能力,带着当地的经济飞速发展,那几年甚至被成为滨海县的黄金年代。 除了这样对工作认真负责,徐奇奥还在1991年严惩的重大洪涝灾难中,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当时由于市委书记当时重病缠身,于是身为党委书记的徐奇奥,就代替了市委书记的位置,站在前线指挥抗洪作战。 他以身作则始终冲在抗洪前线,整整28个白天黑夜,他都几乎没有休息,一直到洪涝灾态结束。 这样舍己为人的精神,似乎和后来的贪腐,完全不像是一个人,那时的徐奇奥深受严惩百姓的爱戴。 而这样的奉献,对于当时的徐奇奥来说,却只是功绩中的九牛一毛而已。 在这一次洪涝灾害之后,徐奇奥的位置也越做越高,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。 可也就是在这时,他渐渐被利益腐蚀的内心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,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那么就订阅我们吧。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。 徐奇奥第一次向利益屈服,已经无法讨证,但知道他受过的最大一笔贿赂是在1998年。 当时某工程部的主任,想要在南京买一块地搞开发,为了实现这个目的,这个主任给徐奇奥了一大笔钱。 这笔钱达到了120万元人民币之多。 收到钱之后,徐奇奥立马跟南京当地,承建集团的负责人打了招呼,可是还不等事情办成,这个负责人就被调查落马了。 这次没办成,但徐奇奥也没放弃,毕竟收了别人那么多的钱,所以他又找到了该承建集团的总经理,商议这门生意。 不过这次的总经理也被调查落马了,徐奇奥有些无奈,他只能花了大功夫,请新任总经理吃饭。 为了防止新任总经理拒绝,徐奇奥还告诉新任总经理,这是前任老总的计划,所以跟他们没关系, 只需要执行就好了。经过徐奇奥的上下运作,那个工程部主任成功获得了这一次机会,并从中获得了超过260万元人民币的利润。 在收了这一笔钱之后,徐奇奥并没有收手,反而任由心中的欲望膨胀起来,他得知了主任赚取260多万的事实,然后便计划与主任一同开办房地产公司。 从这以后徐奇奥的贪腐越来越夸张,给他送钱,贿赂他的人络绎不绝,就连徐奇奥周围的亲戚也鸡犬生田,各个都从原本普通的岗位,开始做起了工程来。 据说他的朋友曾通过徐奇奥,获得过超过400万元的利益,那时也从朋友手中获得了大量的贿赂。 还有就是油液化气工厂的厂长,也曾以1万美元的价格,获得了国家石油计划的审批。 整整7万吨的石油,不知道又获利了多少。 除去疯狂的收受贿赂之外,徐奇奥也开始大搞他的个人爱好,而这个爱好则是对情妇的爱好。 根据后来对徐奇奥的调查,从他的日记本中可以知道,他有着超过100名的情妇。 这样恐怖的数字,还只是情妇的数量,如果在算上和他有全色交易的人,那这个数字恐怕要翻十几倍。 这些文字不仅是警方的证据,同时也是徐奇奥在酒桌之上,自吹自为的谈资。 徐奇奥不仅喜欢搞全色交易,而且他最喜欢的便是在饭桌酒会上,吹嘘自己的情色历史。 周围的人听到他的故事,也都是惊讶赞叹,然后徐奇奥便会在众人的吹捧中,享受虚荣心满足的快感。 至于日记上具体记录了什么,还是在他的日记本,被纪检委人员曝光后,大家才知道的。 据说日记本的内容,让纪检委的工作人员看完之后瞠目结舌,里面的徐奇奥,除了写有情妇的名字之外,还写了很多密密麻麻的文字。 而这些文字,大多都是对那些不堪入目事件的描述,而且似乎是为了方便他讲述,他还写得尤为详细。 在日记本中,他甚至还把不同情妇的功夫进行了评分,笔下还写有他的评语。 根据这本日记本的内容来看,找徐奇奥办事不一定光要花钱,可能满足他把女人的欲望还更方便一些。 不过在这本笔记本中,却有两个比较特别的女子,一个是当地医院的护士,而另一个则是这个护士的女儿,这母女二人竟然一同成为了徐奇奥的情妇。 那是在九几年时,鄙视的徐奇奥还是严城的市长,这天徐奇奥刚刚起床,就觉得浑身不舒服,于是便在上班之前,来到医院进行检查。 当地的医院看到徐奇奥来了,赶忙拉出所有人在医院门口迎接徐奇奥,而且院长光是这样欢迎徐奇奥还不满意。 他还想要更加的讨好徐奇奥,可是如何讨好他,这一点根本不需要考虑,徐奇奥喜欢女人的事情,几乎早就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了。 所以院长便安排了一名四十岁的护士,这个护士的名字叫做王秀丽。 别看王秀丽已经四十岁了,但是肤白貌美的他,可是称得上风韵犹存,让他来服务徐奇奥肯定是守到前来。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,院长还是先安排王秀丽带着徐奇奥做敌检,可别让身体真出什么事了。 检查结果徐奇奥正常的很,顶多就是昨天喝太多还没有醒酒,不过哪怕是徐奇奥身体健康,院长也没打算让他走。 院长早就发现,徐奇奥在检查身体的过程中,动不动就紧紧盯着王秀丽的身体。 在看完检查结果之后,院长当即告诉徐奇奥他的身体并没有太大的问题,但可以看得出他最近工作太操劳了,所以最好还是打个调瓶恢复一下身体。 一边说着院长一边朝着王秀丽挪了挪嘴,徐奇奥心情大好,他早就看着一身白衣的王秀丽,有些把持不住了。 进入病房之后,王秀丽起初只是照常做自己的工作,一边弹着针头,一边准备给徐奇奥打针。 不过王秀丽也知道,今天的病人是市长,所以在做准备时,手难免抖了几下。 就在王秀丽准备将针头插入徐奇奥的胳膊时,他的手又抖了些,把针筒都掉在了地上,他连连道歉准备低头捡起针筒,可还不等他弯腰一只大手,就抓住了他的手。 就这样二人在医院里发生了关系,从这之后,徐奇奥总是三天两头就回来医院一趟,虽然他认为自己身体不舒服,但是底下的人都知道他来医院的目的,所以每一次都会给他预备,一个安静又空旷的病房,让他在里面尽情挥洒汗水。 靠着王秀丽的现身,这个医院在第二年,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,而王秀丽本人获得的好处就更多了,两人的关系久了,王秀丽也渐渐大胆起来了,他先是从徐奇奥那里,获得一定的生活补助,然后又开始狮子大开口的要这要那。 虽说是狮子大开口,但对于徐奇奥来说,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,对他来说花这点钱就能换来,王秀丽的贴身服饰,那有什么不划算的? 不过除去这些物质上的要求之外,王秀丽还有一个烦心事,那就是他的女儿,他女儿没什么学历,高中毕业后还没能找到工作。 听到这话,徐奇奥毫不犹豫地点起了头,对他来说给人安排工作,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。 听到这是大为开心的王秀丽,第二天就带着女儿来到了徐奇奥的办公室,准备感谢徐奇奥,可是此时的王秀丽却没有发现,此时的徐奇奥早已双眼放光,他并没有把王秀丽的女儿,当作情妇的女儿看待,他想要这个女儿也做他的情妇。 徐奇奥知道王秀丽女儿喜欢搞文艺,那他明天就去某新闻公司上班,自己给他安排。 听到这话母女俩对徐奇奥是感恩戴德,王秀丽甚至在会面结束后,主动要求留下来,不过今天的徐奇奥早就盯上了他的女儿,此时对他确实没什么兴趣。 为了把王秀丽的女儿搞到手,徐奇奥便在一天晚上告诉王秀丽,晚上要带着他女儿去应酬,王秀丽当即就应运了这件事,晚上给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,送到了徐奇奥的手上。 在当晚的应酬中,徐奇奥先是对王秀丽的女儿上下其手,之后更是直接把她带进了单间,之后二人发生了关系。 母女二人一同成为了徐奇奥的情妇,在侍奉徐奇奥的几年间,王秀丽母女过上了奢侈的生活,也许最开始年轻的女儿心中还有犹豫,但没过多久她就陷入了沉沦,她不仅曾和母亲一同侍奉,而且还在小小年纪就剁了两次胎,而他们母女,也是徐奇奥在饭桌上最喜欢讲述的故事。 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,徐奇奥的罪恶行径,最终还是被人发现,不过这个发现的过程,也是有点曲折。 当时的徐奇奥遇到了一个骗子,这个骗子叫做钱钱,钱钱不像一般的骗子,她从不骗老百姓,她的目标都是那些达官贵人,钱钱会装扮成大城市来访问的领导秘书,自处骗取官员的贿赂,徐奇奥也相信了她, 不仅给了她很多好处,就连自己背后的肮脏事情,徐奇奥也告诉了钱钱不少,不过钱钱最终还是被警方抓获,为了能减轻自己的罪孽钱钱举报了徐奇奥,钱钱不仅曝光了徐奇奥的贪腐事实, 为了能让警方准确抓捕到徐奇奥,她还曝光了徐奇奥嫖娇娼的场所,警方开始行动之后,没过多久就在钱钱曝光的场所抓到了徐奇奥,也查获了相关的证据。 最终徐奇奥被判处死刑,而徐奇奥贪来的财产,也最终回到了国家的手里。 至于王秀丽母女,由于过于依赖徐奇奥,在失去了来自徐奇奥这一棵摇财树之后,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。 母女俩都丢了工作,在平常的生活中也总是被人看不起,就这么跌入了人生的地狱当中。 曾经人民的好官,到如今人人喊打低聚贪。 徐奇奥的故事告诉大家,人类在拼搏努力奋力前行的道路上,最后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与诱惑,只有直面坎坷守住自我,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功。 而如果畏惧坎坷与磨难,受到欲望所诱惑,那带来的结局就只有毁灭。 好了,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 我是主播老黄瓜,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,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